歡迎回到我們的問答環節身邊嘉賓 有耀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志希 Harry 你好 大市方面升313點 報27585點 其指方面報27566點 升269點 低水13點 大市成交達1647億 這節就是問題環節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謝先生 謝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633 我現在想入場 看看是怎樣 好 看看633中國傳統 本身都是做一些無線電或衛星通訊等等的業務 現價 佈在2.8毫升下跌 就是2線下跌 如果沒有貨在手的話 又可否後返呢 會否有現在來說可以追落後呢 追落後機會是有的 我覺得這個股份是比較慢一點 如果你說能升得 就算通訊設備板塊都升上來了 中興中國無線 那一堆的中國光纖也都上來了 其實本身633也都不動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如想想其他股份好一點 因為這一陣子已經升了好幾天了 那它是不是會追落後呢 會追的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形勢未必 即是如果它就算追落後也好 我覺得它試3元而已 直播空間不大 我不妨再想一想 會比較穩陣一點 好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要問的 沒有了 麻煩你 好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再聽聽下位家庭觀眾 就是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喂 陳先生 是 想問些甚麼 陳先生在嗎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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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你的股份 那隻2328 2328 是的 我2.4入了 2.4 2.3 是不是2383 想問 2383 2383 TOM集團 在2.4就入了貨 現價報在2.29 暫時就沒有升跌 這隻股份 現在怎樣看 近期都好像逐步攀升上來 如果有貨在手 怎樣看前景方面 2383 對 2383 TOM集團 嚇死我了 這麽厲害的財險 如果你說 TOM集團來說 2.4就不需要太擔心 有少少回套而已 但這類別的股份 久不久炒下 就是 慢車邊的互聯網家 其實他不是很換 TOM集團現在不是做 他做出版道 所以2.2.9 你先守住一會 回到你的家鄉價 你看看勢是怎樣 我暫時覺得 回到家鄉價 不如換買其他股份 始終是前一陣升了 這陣其實沒有很跟升 所以你2.4 我都建議你 不如沽了他 不如換話 好 還有其他問題 陳先生 幫你問 是 好了 先趁著進去 麻煩你 好 謝謝你的奶電 轉聽聽聽 各位家庭觀眾 胡小姐 胡小姐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是 股評你好 請問一下廣發證券1776未有貨 我想入 行不行 謝謝 1776新股份 廣發證券報在26.4毫 暫時升超過4% 今天繼續向上 最高見過26.9毫 這個位置 剛才聽聽Hiri你說過 如果要買一些券商股份 廣發證券都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股份 如果要後衛買入 應該是甚麼位置 我覺得可以的 想同一點 我都是 26元以下 等一等 看看會否有機會回調 26元以下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駁的話 我就駁28元 我自己都買了 差不多下一個位置 如果你說 算它的股值上來看 它仍然是少少落後 再加上 A股 無論IPO也很火熱 市房也很火熱 這些券商股 應該還可以調升一下 所以 26元以下 看看位置 看看會否有回調 先幫到你 胡小姐 可以嗎 胡小姐 幫到你嗎 可以嗎 可以 幫到 謝謝 謝謝你的內電 專門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何小姐的電話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 我那些是1157中聯重科 10元幾买 好像一陣子 市聲好像沒甚麼動 好 看看可否回到家鄉的位置 1157中聯重科 現價報在6.33元 仍然偏遠跌3線下來 見到家庭觀眾在10元的位置 都有貨在手 有沒有機會升上去 見到都升穿了 其實之前那個高位 大概6.33左右的位置 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如果你說 上網空間 其實要回到家鄉價 當然要給點時間 何小姐 但不是沒有希望 因為我覺得金浸 逐個逐個這樣炒 其實 接下來會不會再炒一些 一帶一路相關的股份 機會都很大 所以 1157做一些重型機械 如果你搞基建 它都會多一些機械出口 所以對於中聯重科 就算真的是不是實質理好 我其實不太理會 它實質理好的 起碼概念上都OK 對於它 試上去8元都有機會 到了8元的時候 你再打進來再看看怎樣 那時候才算 現階段 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這股份 我看是未升的 所以 不需要那麼擔心 我始終覺得一帶一路 這個概念 未那麼快炒完 嗯 仍然都有機會 繼續上升 可以拿著先 都希望可以幫到你 何小姐 再轉聽一下 為家人觀眾 有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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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那隻協同通訊1613 我看見都沒有什麼電升 還在跌 那應不應該入呢 或者什麼時候才入呢 嗯 本身也沒有拿著貨 協同通訊1613 報在5毫3指的位置 今天有班腳升幅 升埋近4% 至於這隻股份 怎麼看呢 好像見到近期 就算是市升也好 股價不斷地下跌 越是越低 會不會現在去追入呢 反而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還是覺得都有一個撈底的情況在 我就不撈這些了 因為陳先生你要留意一下 這隻股份之前收貨收得挺乾的 就有一些小部分資金 就夾手夾腳踢它上去 踢到八毫九指之後 你見到已經是上年10月 就是1月份的市 一塌下來 其實如果它跟升 或者是它有個通訊設備概念 去跟的話 應該就跟了 我覺得反而資金 就不斷地沽貨去買其他股份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它已經打回原形的話 可能要走多一個比較長一點的階段 如果我撈得遠一點的圖 其實它很遠的 它試過有一段時間才慢慢升上來 現在回到下去 又要橫行一會 既然市況這樣切的時候 你有一筆錢 就不如買其他股份好過了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陳先生 你的股份暫時都不如買入住 可以再看一看一點 另外最後跟進多一個電郵情況 電郵方面 有位家庭觀眾叫Karl 想問1060亞利影業的前景 以及中國33傳媒編號8087 前景是怎樣 上網空間有多少 1060亞利影業 現在跌的是超過2% 報4.18 之前都升過上來 炒過上來一些相關的消息 如果沒有買入的話 現在可否以後範圍買入 沒有買入 等一下 我覺得它會先要休息 很久之前就影星趙蜜入股 入股之後就不斷升了幾倍 升完幾倍之後 阿里巴巴真的煮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再升到上去5元 所以這樣搞法 其實這陣子 我覺得有機會會調下來 4元以下才想一想 它的股份的波幅會很厲害 我亦都覺得 大家都收齊貨了 這股份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股價就需要想一想 比較低一點 我看的就是4元以下才小處吸一吸 另外8087中國33傳媒 吳駕布在2號9指 升超過9% 之前都公佈過要截養1成7去配股 就是籌集2640萬的營運資金 如果沒有貨在手 這股份會不會是不宜遷守呢 除非是知道一些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這樣的股份 如果我把圖出來一連圖 它有些消息就會踢上去踢得很快 3.5指一倍上去 但是你看到這麼大的肥瘤針 跌下來一天就下來了 所以這些這樣的股份 我建議一下 市況又未去到 是軌一些小型的股份 都炒上去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不如 你自己有筆錢 你追一下其他熱門的板塊 我暫時沒有收到 封有什麼特別消息 所以我就不建議買入了 好 麻煩你Herry的分析 先跟進到這裡 這一節的問答環節又差不多 講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其他情報環節